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的订阅已经突破37万人 今天一早郭柯王同台同体 那这个寒天集团相关的媒体杂志追踪 整个郭台铭选举的过程当中 压根就在林池韩国瑜 这个林池韩国瑜 引发的是整个这一个 深绿深蓝的各式各样的对决 那特别是这一次深蓝韩粉 对于这个郭台铭种种的动作 都感到非常的不满 今天事实上郭台铭不但是同台了 柯文哲跟柯妈 而且旁边还有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 宣明志 同时呢今天呢 这个郭台铭跟王金平也同体 那王金平送了他这一顶冠军帽 这个冠军帽背后 真的会林池韩国瑜毁掉蓝军吗 林池韩国瑜背后有多少不爱人知的故事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不好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王世坚 大家好 再来是这个牛须婷 大家好 再来是激进党的李宇珍 大家好 再来是康文群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郭克王今天同台 可是蓝军内部 尤其是韩粉很焦虑 那王金平的动作很妙 王金平送冠军吗 那郭台铭跟柯文哲 如今的动作对于韩国瑜正宁来讲 真的是凌迟吗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现在世界上是韩国瑜估计的 是哪个回应呢 是 补颜公的 补颜公的 真的 补颜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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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哲公的 大家这个书中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要维护台湾的主权 要确保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各种制度 上天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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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国家的人民来走 让国家的领土车 让作为来做努力 上天指一条项公明的路 让我们走 让我们选择 顺应英年 顺应英年 一切就是 人生人媚 所以我们顺着一年左右 这个就是大盗 蓝绿二斗 大家政治挂帅 经济 这个 反而不是 大家发的很主軸 跟院长来讲 我们大家理念都一样 为了台湾 2300万 蔡秉坞说你要当他的总干事是吗 蔡秉坞应该会去帮忙 但是总干事再讲吧 其实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每次说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但是也要尽力了 床先生刚刚看到的是 今天一早郭科王三人同台 三人同台 本来是说要反律反韩大联盟 可是韩国瑜阵营 跟这个韩天集团今天追踪 这压根是在临持韩国瑜 反律反韩大联盟 那是中期目标 可是现在的战略就叫临持韩国瑜 一刀一刀就慢慢舔 你叫死刑最可怕的是临持 一刀取命 那个其实有很多时候 很多死刑犯还会贿赂筷子手 给我痛快一点 但是慢慢临持要三千 一千刀那是最痛苦的 所以今天这个临持是怎么状况呢 上一次是妈祖托梦 但是今天这一次呢 郭台平在真的说要出征了 他的这出征是什么 台湾等级最高的新竹都城隍 亲自见证 而且柯妈妈还去拐杯 拐杯之后呢 都城隍用三个圣杯说 准了 你们就出发吧 所以这样一个临持就非常重 而且今天郭台平做这动作 还登门拜 登门拜母是什么意思 在中国的礼节里面是最高的礼节 就是告诉你说 老妈妈 你的孩子交给我了 我会把他当成兄弟 所以呢 那柯妈妈就非常高兴 所以拜托大家要支持郭台平 所以郭台平跟柯文哲的结盟 就非常紧密了 而且里面呢 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闭门讲的时候 柯妈妈讲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你有个恩师提拔你很多 你要多听听他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说 柯文哲的指导教授是朱素勋 可是他在台大医院里面 这么雇人院 有一个人非常照顾他 杨半池 杨半池帮他升等 帮他在台大医院里面 不断的升等 变成教授 这种职位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 中间正常过程中 从七月十五以后 就传书杨半池在中间 在郭台平和柯文哲的中间 有人希望他出来敬意 所以柯妈妈的意思 柯妈妈的意思是说 孩子啊 你先前的时候呢 话太多了 你要乖乖的听话 好好的交给这个郭大哥 那郭大哥结束之后呢 又去见了王大哥 那见了王大哥 见了王欣平 然后就拿出了 你手上的那一顶冠军帽 冠军帽的意思就是 王欣平呢 寄希望郭台平成为选举的冠军 这个东西 可是王欣平呢 又没有退党啊 我送顶冠军帽 你国民党可以党籍处分吗 没办法嘛 所以在国民党内里面 很多泛男里面 人心浮动的时候 王欣平呢 就像敌后总司令 我在这边继续的 给你搞渗透 给你搞破坏 但是你又不能开除我 所以这样一个结盟 所以难怪呢 韩天集团就非常生气 说叫做凌迟韩国瑜 他们今天周刊完 你出来之后 你看用这样一个大标题 他们标题说 郭台平选不选 根本烂糟一堆 烂糟曝光 然后他测标叫 凌迟韩国瑜 害惨无毒逆眼 对啊 他们会讲的是说 你这个过程中 他是认为说 他由清韩人士 特别来指明说 郭台平最近做的动作 都是假动作 是对韩国瑜的凌迟和暴富 用了这样一个字眼 说为什么呢 是说因为他的目标 其实他们还是希望 郭台平不要出来 这种凌迟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的目标是说 郭台平是要让吴敦义下台 最后要并购国民党 他们现在就好像希望说 你还是有这样一个 只是目标是吴敦义 所以他们的文章里面呢 都讲说 其实郭台平很生气 是对吴敦义生气 然后都不敢讲说 对韩国瑜生气 对吴敦义为什么生气呢 其实不只是当年 红袖住的时候 四千五百万 用郭妈妈的名字借了钱 他其实吴敦义上来的时候 也常常帮吴敦义解决 很多钱的问题 可是这个时候呢 没想到呢 最后你吴敦义呢 给了一个荣誉党原证 只是让他来陪绑 所以所有中间的 郭台平的愤怒 都是吴敦义搞的 所以他现在就要报复吴敦义 只要你国民党大败 立委大败 吴敦义下台 郭台平就可以用他的资历 去订购国民党 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 而这个逻辑里面呢 开始想说 就痛骂郭台平是 不忠不义不孝 哇好凶的字眼 而且说他派头很大 说郭台平的烂招里面呢 最近常常的带着很多人 去跟中小企业见面 而中小企业老板 看着都觉得派头很大 因为黄边都跟着很多 政治人物 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 好像他并购之之非常弱 而且他说 其实国民党内部也有问题 那问题在哪里呢 很多党工呢 还希望郭台平来并购 因为他们的呢 代价而孤 代价而孤 因为他将来之后 他们再也不会为了老婆说 哎 明天要注册了 没有薪水怎么办 郭台平来了以后 国民党再也没有薪水的问题 所以他们整篇这个文章 然后另外呢 蔡衍明呢 也焦虑了 因为所以蔡衍明呢 今天的直播里面 所以他旗下的杂志说 这个在零池韩国瑜 那他本人又开直播了 又开直播了 然后直播里面的标题叫做 他用台湾的传统价值来发誓 希望呢 你们那些黑韩的名嘴们 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不要再黑韩国瑜了 可是这样一个整个焦虑和零池 其实真正表现出来的 是韩国瑜自己 韩国瑜呢 昨天呢 那丁手中一定心里很苦 丁丁很苦 现在那位官司还没决定 结果又被韩国瑜踩了一脚 可是踩了一脚里面 你要知道韩国瑜 自己在脸书里面 知道又出事了 昨天跟我马英九又给他难看 他出事以后他解说 可是里面透露出韩国瑜真正的焦虑 零池下的焦虑 他其实在讲的整段意思是什么 你们四年之前 提了联盛文 你们就该好好认真地提联盛文 不要说因为联盛文出来 觉得他问题很多 就选择心里就想着是丁手中 四年之后提了丁手中 你们又觉得他是佛系打法 问题很多 你们心里又想着讲万安 结果你看两场台北市都拜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就提了我了 不要再临死我了 你们心里不要再想着郭台铭 不要想着郭台铭要来临死我 可是他不小心就讲这种话的时候 不小心又把那个丁手中给K了一顿 可是国民党这些人 可能是想着郭台铭的钱啊 就算不想郭台铭的人 也想郭台铭的钱 对啊 可是这个就是韩国瑜最大的问题啊 因为从你的状况里面 韩国瑜呢 自己有没有办法弄到钱 是有困难的 他现在已经不是去年的时候有旋风 现在人家要不要跟他挂看板 都先拖拉托式 你这个时候政治现金 人家愿意给你吗 我做一个赔本生意干什么 然后再过来呢 蔡旺旺愿意直接跳进来吗 目前也没看出来 对耶 郭台铭的钱如果没有到位的话 那蔡老板的钱要不要到位 可是蔡冶明看起来的态度里面 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这样一个卷入嘛 所以他的二富 当然有给他很多帮助 可是是不是能够像郭台铭 像是帮国民党这样直接帮助 目前我们没看到任何迹象 然后再过来呢 李嘉芬显然也知道说 他连农舍都要这么紧了 连那个150万的版税都要这么紧了 所以韩国瑜拿不出钱 那拿不出钱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过生活 莫忘事上苦人多 苦人最苦的就是薪水没到位 尤其是国民党的党工最了解 所以现在这种凌迟 韩国瑜要怎么办 要怎么突围 恐怕韩国瑜就发现说 千刀万剐才是最痛苦的 那我问一下任俊 为什么整个这个寒天集团觉得这么凌迟 到底他们觉得郭台铭今天送月饼是凌迟 还是王金平今天送帽子是凌迟 我觉得这个凌迟要看谁站在什么角度去写 因为到底谁在凌迟谁的这件事情 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有不同的声音 那郭台铭跟这个王金平是不是真的凌迟了韩国瑜 我只要问一件事情 这两个人对于国民党的影响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也就是说国民党他如果今天把自己 没有办法团结的这个原罪 加注在这两个人身上 其实对于喜欢接近这个郭王的人来讲 他们其实觉得不公平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王金平 这段时间哪一个人可以举出来 讲说王金平到底讲了哪些话 或他的有任何他的代理人 或怎么样去批评过韩国瑜 其实是没有的 可是不断的有人就开 就一直放炮讲说要把这些人给开除 要把这些人赶出国民党 甚至还要喊出亲党 你要亲什么 这些人什么事都没有做 那到底谁在临时谁 那这些人反而他更不敢讲话的时候 那反而另外一个声音就更大 那你说郭台铭他表态说 他有任何的想法跟意念 我不知道思想犯是有犯罪的 就是说台湾现在就在国民党里面 居然连想想或我讲讲讲话都不行 都要作为呈堂证供 所以我就讲 现在国民党内有一个声音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叫做这个 全党救一人吗 可是这个救 其实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做解释 也就是最下面的这一个 其实是国民党现在基层的一个想法 难道全国民党就只有韩国瑜一个人吗 韩国瑜自己有把认为 把自己当成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份子吗 你从韩国瑜胜选高雄市市长 到现在为止 除了要求要国民党的人团结把票给他之外 他对于国民党有没有同样抱持的认为说他是国民党党内的一份子 他胜选到高雄市市长 他感谢过国民党党中央讲说 哇都是你们大家 没有嘛 他的寒家居一天到晚对着党内人开炮 那最倒霉的那个人 就今天最新的苦主叫做丁守宗 莫名其妙也叫我们打一枪 说什么你看以前你们提连胜文 然后连胜文打不好 你们就说怎么不选丁守宗 结果后来把丁守宗派出来 他的用词是什么 说丁守宗动作慢 然后又什么也提文也有动作 佛系打法 温温吞吞三脚提不出个逼 我自己逼掉了 你是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 国民党所有人都被你骂了你知道吗 大家都觉得说你看这些人没有挺你 然后大家没有去你的这个这个造势大会 所以你们都说你看你们这些人糟糕 不来听我去挺你的也被你骂 那没事在那边的也被你也被你打一下 今天丁守宗你知道今天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从昨天晚上丁守宗的人就开始传 传简讯到每一个那个他们自己的群组里面去 就传什么就传这个新闻连结 那意思是什么丁守宗很不爽 然后这个旁边的吴敦丽根本就是一张 这个扑克脸 不是 你看吴敦丽这张脸 吴敦丽真是倒霉的人肉道具 你知道国民党现在在 然后缺钱的时候找他要钱 爱骂的时候他就要演人肉道具 然后在旁边演沙包被打被骂 你知道韩国瑜现在的北部竞选办公室 是放在国民党那个楼上 那个十一楼之前还是丁守宗的竞选办公室 而且国民党那时候 你知道因为国民党被那个那个党场会弄得很惨 你知道吗那他把中投公司 因为那个那个十一楼的产权是中投公司的 那党场会就盯着说 这也中投公司哦 我们现在盯你的这个党产 所以那个时候包含到什么 你知道丁守宗虽然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是用那一间办公室 可是国民党党中央说不好意思啊 你要付钱啊 因为我中投公司那边要做账 我就必须要收这个助金 这一次借给韩国瑜 韩国瑜说韩国瑜阵营去跟党中央 complain什么你知道 他说你们当时选市长 那么多人在选你当然不能只读后丁守宗啊 可是现在选总统只有我们一个人在选啊 所以呢租金你们党中央自己买单 结果这一次的钱 是党中央说那如果是这样好吧好吧 不然你们都说我们不帮你 结果党中央还被拗你知道吗 他连那个租金啊水电费啦 包含到那个什么管理费什么 换国民党自己要找钱出来去给中投公司 不然当时会有讲说你怎么可以乱搞 已经搞到这样了 现在我刚为什么讲说 难道全党就一个人吗 也就是现在韩国瑜的阵营里面 想骂谁就骂谁 想批谁就批谁 你看那天这个三重造势的时候 说什么这个马英九 其实见多识广啊 不会去计较啊 不会去做这些话 结果一转眼 这个韩家俊立刻在脸书上写了一大篇 然后讲说你马英九来 上海支持写了一大本 你的幕僚要检讨 他人家为什么要虚拟 甚至还说 为什么人家把你跟郭台铭 这个参选作为连结 是不是你们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你把所有的帽子往别人身上戴 把所有的质疑往党内的同事里面搞 然后你们只要求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被骂都不准还嘴 然后你们就只能来 无条件的去支持韩国瑜 对于很多国民党的人来讲 我现在是为了谁啊 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就算了 我帮你还要被你骂 还要被你酸 我们还不能够回嘴 那今天就好了 如果今天说因为这样去破坏国民党的团结 然后这些人要被开除 那请问你发出这些一个倒霉的丁守忠 说好久没有他的新闻了 之前人家讲说全台湾还在选 县市首长的就是人家丁守忠 好不然人家现在也走出这个阴霾了 你啪啦一声又把人家踢一脚 说人家都不做事 人家都不会选举 还说人家提不出一个逼出来 这个对于国民党很多人来讲 他不能接受 所以当你韩国瑜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我有广大的韩粉的过程当中 你凝聚了越多的韩粉 但是很多国民党的人在这里面 其实不断的被你分化出去 所以国民党怎么敢去讲说 今天韩国瑜有办法撑起一整个全党呢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韩国瑜来说 他面对到这些状况 你知道我今天就跟这个国民党内人在问 我说你那个OpenKMD在搞什么 他说不是我们搞什么 那里面其实骂谁的都有 也不是只有讲你韩国瑜而已 那大家对于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表达意见 但问题是什么 现在好要求所有人在里面 不准再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之外 你韩国瑜自己本身做了多少努力 比如说侯友宜 我今天稍微问了一下 你韩正寅里面 我都不敢讲韩国瑜本身 我只能说韩正寅里面 到底有没有试图去跟侯友宜 把这个关系给连结 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 否则人家侯友宜 侯友宜的身段来说 他都愿意改变他第一任副市长 那个时候跟大家没交配 到第二任副市长 到他现在当选的时候 他都愿意跟地方那些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于韩国瑜 他就四个字叫坚壁亲野 我就是没理解 那这个东西你要叫谁来扛 你现在只要求大家来跟你团结 你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团结的这件事情 那人群我问你整个深蓝韩粉现在都陷入超级集体焦虑吗 就是他们一方面到处骂人 一方面到处要求团结 另外一方面又这个认为郭台铭如今所有一切的动作都在临持韩国瑜 是这个韩国瑜本人韩团队跟韩粉都超级焦虑焦虑在焦虑吗 我觉得会用到这样的字眼 其实大概都是特定的媒体 会去使用这个报道 同样一篇的这个说法 科学上什么叫临持 然后政治上什么叫临持 对不对 选不选都算临持 那真正开选开战算什么 算无码分屍吗 所以你光看 投票也是临持 所以你光看这个字眼 什么叫临持 怎么定义临持 所以你光看这个字眼就会发现到 这个报道其实讲的是国民党现在的战争 不是在跟民进党里面做总统大选的选战 他的作战的对象 其实还是党内 那开炮的其实 韩国瑜在对郭台铭开战 跟马英九开战 但是郭台铭也在对韩国瑜开战 王金平可能也在对韩国瑜开战 那就是说他们嘴巴都说要下架 蔡英文实际上彼此对战 但是他们嘴巴都说 我们要下架蔡英文 所以有些是思想犯的这个开战 有些是直接严持上的开战 那什么样的谁的阵营 其实是实际上用了延迟上的开战 看起来是韩的阵营 其实老实讲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看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刚刚讲说这个韩家 我就直接讲林明轩好了 林明轩在他脸书上面 直接去质疑讲说 你这个马团队你要去思考 今天逼到萧续神都跑出来 萧续神是谁呢 他跟着马英九 他以前是媒体人嘛 那后来跟着马英九 一直到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总统府里面 他也到那边去 然后后来跟着马办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他对马英九来讲有代表性 他直接今天也就出来讲说 你们今天这样讲是公平吗 马英九是郭台铭的爸爸吗 他有办法去影响郭台铭的 任何的这个决定跟影响吗 事实上他也把整个质疑都讲一遍 说如果你今天讲说马英九 什么讲稿过长 内容大家不爱听 你们要骂蔡英文 当然要先讲我们是比较好的 难道我这样比喻也不对 那个其实你就会发现到炮口在哪里 炮口其实就是在整个国民党的内部 如果今天这些人被定义叫做凌迟韩国瑜 那我觉得韩正宜有些人不是用凌迟的 他就明刀明枪的跟你干 而且我摆明吃定你不敢回嘴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庞大的叫做党纪处分 在我的背后 你任何人只要敢讲我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叫逼党中央去开除你 我就讲一个事情 这个有韩的媒体前两天报了一个新闻 就讲说吴敦义很生气 在党里面就讲说 有人就参选就是要逼我下台或怎样 然后这个媒体里面他就去下这个标 就讲说是不是就是要逼走 逼死这个吴敦义 对不起他不是用逼死 他就说反正就是吴敦义觉得正宜时 他很生气这样子 那我就因为那个摆明 因为他明明讲是王金平 那我们就问了王金平阵影说 你们到底怎么看 是不是你们跟马王 就是跟吴之间的关系这么患 你知道王金平那边反而比较淡定 你知道他说不会 我们很相信吴敦义不会搞这种事情 因为你记得当时马王政争的时候 吴敦义还跑出来找大家一起写说 吴敦义劝大家说 还要缓一缓缓一缓 事完之外 他跟王金平关系没有 可是不断的有人放风声 讲说你看连吴敦义也很生气 连谁谁谁对这些人都要开杂 通通都要怎样 那你们行诉的那些氛围 那可能不是临时别人 你们搞不好是要绞杀别人 这个氛围一起来之后 你叫大家怎么去跟你团结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我手上的周刊王初刊 整个韩国瑜的阵营 跟这一个过去最挺韩国瑜的媒体集团 觉得郭台铭选不选 这所有的政治操作都在临时韩国瑜 那当然临时韩国瑜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也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拜託大家国志士郭董 让他准于动删台湾国瑜 蓝色益工 蓝色益工 声音工 不知道做到 一定会非常非常敏感 由于我们台湾国瑜 因为是经济方面 尤其是经济方面 一定会做得很好 很好 大家相信 要澳大 人家好吗 美人也不好啊 美人我告诉你 我是非常欧阳菜魚 問一下森綠韓粉王世堅 這個森藍韓粉 覺得郭柯王是在林池韓國瑜 那森綠韓粉怎麼看 我覺得林池兩個字是用得太重了 在我們客觀看 其實叫細弄 而且這一齣戲 是歹戲脫膨 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舊戲碼 那雖然他是有理應外合 剛提到的其實包括吳敦綠 包括剛才林管理說 國民黨很多人還在 基於郭台銘的財富 那不但國民黨內的人基於 柯文哲也是 柯文哲一再說 他在等郭台銘的月餅 說最好裡面有字條 其實不是 他是在等月餅裡面的支票 不是字條 明天Cue郭台銘正寧 宋一和那個莫忘初衷月餅 來給大家看看 那後來切月餅 看切開裡面是什麼 那是跟柯文哲心裡想的 他是在等裡面的支票 那我倒是覺得說不管這個臨辭也好 戲弄也罷 國民黨一個堂堂的百年大黨 淪落到被一個已經失聯五十年的黨員 郭台銘 那被他來戲弄 所以我覺得這個黨我真的是愧對列祖列宗 國民黨真的自己要關起門來好好檢討 那倒是林寬你剛剛提到蔡衍銘先生他又直播了 其實我本來以為蔡衍銘是個性木納不善言辭 結果他一播再播以後發現他能言善道口才極佳 所以我認為你現在變身綠旺粉嗎 我認為蔡衍銘乾脆因為韓國瑜既然問題一大堆 蔡衍銘乾脆自己粉末登場 他跟郭台銘乾脆捉對廝殺 來個財神讚財神 那所以2020財神讚財神 票投蔡英文 這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給民眾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為什麼剛剛我說歹戲脫捧 這種老戲嘛 這好像一道菜 你熱了不吃 冷掉又熱 這菜啊 一熱再熱 到最後就變成兩個字 收水啦 但剛才有一個畫面我看得蠻不忍的 就是柯媽媽啦 我認為柯文哲對不起柯媽媽啦 柯媽媽年事已高 應該在家裡含疑弄孫 疑養天年嘛 結果柯文哲一而再而三的任何事情 他就是要不就柯媽柯爸 要不然就柯夫人出來幫他代言 那試水溫測風向 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好 我們從事正式第一個工作 就是應該先保護家人 你看郭台銘這一點就做得很不錯 可是今天郭台銘是送月餅而已啊 柯爸柯媽好像月餅收得蠻開心的 我覺得收了就收了 不必要說 這個還出來講這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被柯文哲害了啦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你放過柯媽媽 柯文哲不要再對不起柯媽媽了 那柯文哲今天準備派蔡壁如去郭台銘陣營 對我覺得蔡壁如大概是柯文哲唯一信任 其實有時候會不會柯文哲也太一廂情願了啦 因為以郭台銘過去在商場縱橫 我不相信他做這樣的決定 除非像這個望周刊講的 說他是特別要有凌遲 活著我相信他已經做了一個很明確的決定了 那麼還會再拖 當然第一點因為靜默者黑嘛 你成天跟著壞朋友柯文哲混 就會學到柯文哲那個壞 就是裝神弄鬼啦 故意拉抬升量炒作議題 那但是另外一點 我認為是不是郭台銘還有一絲有餘啦 他是不是還有一絲有餘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不要搞到最後弄巧成拙 柯文哲要寄生上流 可是如果郭台銘不選了 柯文哲是被上流放生啦 所以這都有可能在未來發生的情況 好我們問一下劉巡婷 所以媒體追蹤傳出來 郭台銘可能19號開始進行連署 而且柯文哲正寧是打算幫你們 這個參與跟這個幫忙連署 看起來是這樣子啦 因為昨天幕僚先行嘛 先去中選會問的相關的規定 那我想這個訊號已經非常明顯 前一段時間大家在講說在做空嘛 就做空郭柯王大聯盟嘛 說這個沒有 這個一定是各懷鬼胎到時候會破裂嘛 那實際上我們的回憶也都很直接 就是說幕僚之間的對話跟實際上在談 是一直有在進行的 那溝通管道也非常順暢 但我要講也還沒有進入深水區啦 那沒有進入深水區的原因是什麼 是你總要先宣佈參選嘛 這個事情有先行 你那個主帥還沒有擺定的時候 你其他人跑什麼位置 也不太容易講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宣佈參選之後的 的一個佈局 所以郭唐明真的本週會宣佈參選 然後19號開始連署 他郭董有講啊 他說要過 希望大家好好過一個中秋節 我覺得他應該是不太想為難媒體朋友 所以我認為他會拖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是應該是16 不是16或17啦 9月16或17 應該是那個時候 因為你要先繳100萬 取得連署登記的資格 就是你要拿到連署的格式 然後連署書的格式拿到之後 你就進行連署 那11月22號是最後的daylight 也就是你要繳1500萬的保證金 再加上那些所謂的連署書 所以他可能17號 最晚17號 領表跟登記 這是行政作業 領表跟登記嘛 可是領表登記 一般外界就視之為 他準備宣戰參選 對對對 是這樣子 那我回應一下 剛剛講這個週刊的這個故事 那其實他講的那個通篇內容 大概看了一下 他講說其實郭根本就是在打假球 目標是黨主席 那這個放話的人又是一個親韓人士 我認為這樣子的講法是反映了 國民黨的主觀期待 郭台銘最好來接黨主席 還可以解討很多事情 那郭伴的回應很清楚嘛 郭伴說 我們現在想的是怎麼樣 對台灣好 對中華民國好 那這個跟這個不相關的位置 你們就不用幫我們安排了 那基本上就是回絕了這樣子的事情 那郭台銘去選 黨主席這件事有兩不可 第一個叫做角色的錯誤 郭台銘自己有講 他說我比較適合做決策 我不太會協調 不太適合做協調者 那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這個百年大黨 沒有一點點大內高手的那種協調 調和頂帶 你哪裡做得住黨主席這個位置呢 所以角色上是不適合的 那第二個不適合是 黨主席本身要面對一場選舉 那黨主席的選舉是純入軍 那空軍是無用的 你可以看上一盤的選舉 你看好像洪秀柱 他的網路很強空軍很強 但是沒有用啊 就是無敦義的地面部隊橫掃 所以這個在實務上操作 也也不太不太不太成功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覺得那是國民黨的主觀期待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個郭柯王 今天他去拜訪王金平這件事 我倒想要藉這樣的機會 我來談一談我眼中的王金平 我覺得現在王金平心裡在想什麼 是誰能夠還我一個公道 這王金平在講台灣公道博 那現在的課題 他其實心裡想講的是 誰能還公道博一個公道 我講一下 公道博要什麼公道 什麼叫公道 他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去守立法院 立法院是一個必須要各種利益交換的 一個很骯髒的一個戰場 那守立院喬世勤這件事 國民黨有沒有得利 你不能講國民黨沒有得利吧 那第二個 王金平院長是一個廣結善員 朋友很多的人 他在選舉的時候 利用他這些人脈 幫忙選舉動員也好 開創一些的資源也好 為國民黨的各級政治人物來服選 請問他有沒有功勞 他其實有功勞的 那但是他換到的評價是什麼 大家都說藍皮綠骨 只要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戰犯 所以他自己寫自傳 我有看 因為他連連我這個無黨籍他也發 他也寄給我 我看他寫喬 他很直求面 直求對決的心態 想說本來政治就要協調 我就是做這件事情 我對黨是有貢獻的 但是沒有太多人看到 政治本來就要協調 跟妥協 所以他其實是有心理有苦說不出 那誰能夠還他公道 其實我認為有最好的機緣 可以還他公道 那個人叫做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的 韓國瑜要怎麼還他公道 韓國瑜的支持者是最深藍 最鐵門 然後排王的那種心態 最強的人 但是韓國瑜在2018年 高雄的市議員選舉 有沒有得到王金平院長的幫助 其實是有的 他登高一呼 去講一講 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藍軍 對於王院長 他就會有新的想法 這個就是還王院長一個公道 他今天來找跟郭台銘的會面 他送了一頂順哲公的這個冠軍帽 但是大家比較少 大家都看到送帽子 然後比較少人去談政治議案 因為他其實在談的過程 他提到六師嘛 政府失能內部失去 國會失職 經濟失調 兩岸失核 跟國家失去目標 這六師其實是這一頂冠軍帽的政治意涵 這六師是藍綠過去 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歷史共業 這六師也是超越藍綠 必須面對的共同課題 我從今天他的動作裡面 我解讀出來 他傳達了這樣子的一個政治訊號 那你今天為什麼還演這一個 郭粉王粉角色 就是說你今天這麼認真演王粉的角色 是郭王已經有整合了嗎 我覺得要 我覺得大家要很客觀的去看待 政治人物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用惡意的角度去看政治人物 但我覺得 郭某一些層面的參選 我個人 被郭吸引是他的第一支廣告 他講好的領導人 看得到政治人物的優點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不只是政治圈裡面 而是整個台灣社會應該要重新思考的價值 所以 會用這樣的心態去看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去做郭柯王的聯盟 用比較健康的心態去開創那個台灣的第三條 那韓國瑜跟韓粉大概動員什麼 動員仇恨嗎 我想他們 我不太確定他到 我看不太出來韓市長目前的選舉策略他有擴張的心態 他最近都有點陷入手勢 也就是說我先鞏固好我的鐵粉 所以他不管是肇事的語言嘛 他說那收黑錢名嘴收黑錢 他說有假民調 他說你越黑我越挺 他是有防守的心態 他是一種鞏固的心態 但是鞏固的副作用 就排他性越來越強 那我想現在常常發生叫做叫做 大家講的團結叫整合 其實叫做求同存異嘛 這個叫做團結叫整合 但是有一種叫黨同乏異的 那個叫做情緒勒索 或者叫做綁架 那現在看起來韓粉是走向比較後折的方式 我覺得韓正應該要說我怎麼樣 在這件事情我要合理的踩剎車嘛 這樣子你對整個選戰節奏調整 也會比較都比較健康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郭柯王三人同台 那我手上周刊網認為郭台銘 種種選不選的招數都在臨詞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昨天晚上在造勢場合 又失言了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畫面 盛文兄好好的一個候選人 暗示被這種完全看不見的各種立體攻擊 陸海空山軍整個抹黑下來 把一個優秀的人才活過弄輸掉 四年之後我們就真的提了丁守中 一開始聲望非常好 又是大學教授 最後又開始說了 佛系打法 我說我們時常佛教徒拜南無歐彌陀佛 從來也沒有聽過什麼叫佛系打法 然後不講話不做事也沒有動作 什麼都不弄 溫吞吞三腳踢不出個屁來 好宇甄剛看到的是韓國瑜的失言 又引發了各式各樣的爭議 那你們在高雄也在加大你們罷韓的力道 對沒有錯 昨天我們其實就看到 因為這個韓市長他不斷的失言嘛 然後加上天下雜誌的這個市政滿意度 已經到達低點了 簡直就是墊底的狀態 所以昨天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呢 我們就稍微給王淺秋一些安慰啦 意思就是我講了一句語語 這句語語是台語 他叫做這個 意思就是說你沒有這個本事 你就不要去選總統嘛 因為你的市政滿意度這麼的低落 那今天韓國瑜他說什麼 他就出來說 他是在收這個前朝的爛攤子 那我這邊就列出了 就是到底有哪一些事情 他過去是前朝已經計劃好 那一到了這個韓國瑜身上的時候 就限度停擺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七大 我挑幾個比較有趣的點來講就好了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是文化擺爛 什麼是文化擺爛 其實高雄的圖書館一直都蠻有名的 那市長上任之後呢 他就下令說 我在裡面我要有一個什麼市長選讀 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來看市長看過的書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計畫呢 大概進行了一到兩個月 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市長就是每天都這個 一杯一杯一杯的乾 所以他其實根本就沒有在看書 所以這件事情就沒有這回事情了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輕軌包括這個捷運黃線等等 還有這個鐵路地下化的地方 都是因為他的工程延宕了 所以才造成說大雨的時候有淹水啊 或者是有一些狀態 然後甚至說這個他在選前的時候 還有喊高雄發大財 那我們可以看 從他上任到現在 招商是掛鈴的 然後包括這個農產品 他現在已經 就是也不想賣了 反正他要選總統了嘛 就是高雄農民 我管你們怎麼樣 反正你們自己想辦法 我這個連假日的這種農事啊 農產的推銷 我都不願意出席 我賣金就對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是高雄就是氣炸了 你知道嗎 所以他自己曾經上媒體的時候也講過 就是如果他今天做不好 他願意罷免他自己 那我們昨天就開了這樣記者會就說 那市長你是不是應該要履行的承諾對不對 那他竟然都可以在 新北的肇事網會上面說 這個你爬你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個場合就跟他說 你爬你 我們就等你來簽這樣子的罷免書嗎 那其實 你們現在罷免連署到什麼進度了 我們應該 應該有超過15萬份 因為現在總共是三個單位在收嘛 公民歌草 WeCare跟我們台灣基金 那其實距離我們要真正罷免 民調韓國瑜還有一段 一長段的距離 可是我們會持續努力 那因為我昨天就是講了林州罵但你 然後就被韓粉進攻 你結果的單條韓粉啊 對對對 就被韓粉進攻 結果當盒韓國瑜單條韓粉 對 很多韓粉來 他們來的時候都說什麼 因為他們要來顯示說 今天是這個民調 他是引用這個 他就他就在上面說 這個民調是引用108年的數據 然後下面就是說 今年就108年啊 就是2019年啊 不然你是要怎樣 所以就引來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 就是說 就來朝聖啊 說快來看時空旅人 韓粉 這樣 就是在嘲笑他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要來講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郭柯王嘛 我不得不說呢 今天我必須從一個 從選前 去年選前就是 韓黑變成今天 我必須要站出來當 暫時的韓粉 這是為什麼呢 你也是深綠韓粉嗎 對我也是跟這個議員一樣 是深綠韓粉 所以各位觀眾 你們看現在反串的多亂 深綠韓粉 說凌遲 深綠韓粉 要罷的罷 要挺的挺 有夠亂的 就算我要罷免韓國市長 我也必須要稍微當一下韓粉 就是今天呢 這個郭柯同台的時候 他們說了一句話 就是他說 他們不藍不綠 只是想要找到台灣的第三條路 可是對我來說 他們不是不藍不綠 他們是不倫不類 沒有尬詞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柯文哲嘛 他一開始要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貼綠的 他是靠綠的 那郭台銘一開始 他想要出來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是加入了國民黨 他是想要代表國民黨 出來選總統的 可是今天 一旦這個靠綠不行 然後靠藍不行的時候 這兩個人就出來說 我們要這個不藍不綠 我們要這個自己出來幹嘛 怎樣怎樣 我就覺得你們很愧對 一個曾經過去是醫生 然後一個過去曾經是企業家 你們就打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就有骨氣一點 就說 我們現在要成立一個新的政黨 不要說這邊歹戲多捧 覺得他們看起來就很像是 在吵著要吃糖的小孩 所以你們年輕人 想要走自己的路的 你們就成立了這個台灣激進黨 對 當然 就是說你們如果不認同現有的政黨 你們從原點就成立屬於自己的政黨 對 而不是說像柯文哲市長一樣 這個四年前的時候說 我要這個無黨無派 結果到了今年 竟然又因為這個貼綠已經不行了嘛 所以他竟然就成立了自己的台灣民眾黨 然後就開始來這個跟 這個郭台銘啊 或是跟王金平啊 然後在這邊演藝出這個 一下有一下沒有的戲 所以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民調才掉的 他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在天下雜誌的這個市政滿意度 才會是倒數第三名 所以在這邊就是今天真的是 不得不當一下韓粉 雖然我會覺得很恥辱 好 問一下汪浩大哥 怎麼觀察現在的變化 我覺得這個郭柯 配零詞韓國瑜 確實是一個打假球 因為我覺得無論是韓也好 還是郭也好 還是柯也好 都是中南海的提線木偶 背後操縱的是都在北京 所以對這個台灣觀眾來說 我們現在看戲看得這麼熱鬧 他們三個人互打這個 他們道具很多 道具很多 他們拿月餅還會有莫忘初衷 平安健康 他們這種棒球帽現在這個賣 這挺好的啊 拼經濟啊 道具很多 說讓觀眾看得眼花撩亂 目的是為了混淆 讓大家忘記最後面牽線的是誰 後面真正的在指揮他們的是誰 這場大戲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點實際上 是整個這個國台辦的布局的目的 就是搞了這個 從紅筒到深藍到淺藍到 所謂無色力量到白色 各種顏色的這個組合 當然就是為了圍毆蔡英文嘛 要把他拉下台嘛 我一直說 可是他們當中有些人打著口號叫 下架蔡英文 但是動手都先動手打自己人 或者黨內同志人 就是說他的招牌叫下架蔡英文 可是他動刀動槍都先殺自己人 這是為了迷 這是為了迷惑觀眾 這個完全是一種這個想要給大家這個 灌迷魂湯的戰術 可是現在看起來郭台銘參選的機率是真的增加很高 我認為郭台銘參選的機率確實很高 但是呢這一段時間他為什麼拖這麼久 我也是在疑惑 就是說他為什麼拖這麼久 那前兩天我們有在 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拖這麼久 他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猜測是他沒有穩贏的勝算 對沒有 就是說民調沒有那麼高 那勝算勝率不高 勝率不高的是任何人要做決定 都要斟酌猶豫 沒有勝算的這個確實是一個原因啊 但是我我在猜啊 我覺得柯文哲前兩天有說一句話 可能是講了一個內幕 但是大家並沒有注意 他說郭台銘要通過美國的考試 可能還沒有通過 因為我覺得這個 然後他要去見川普 然後在美國可能也會討論 他的威斯康星的投資案 對我是在覺得 因為我們前兩天有在討論這個 就是好像 富士康被踢出那個護港通 那個是我覺得是 某種意義上可能是一個accident 但是就是所謂西方媒體的 不斷報導這個富士康 在中國運中的這個各種問題 對 包括這個英國的Garding 報他長沙的問題 Brunberg 報他昨天在鄭州的問題 這個 Roytus 報他這個廣州面板的問題 我在想這個可能跟美國的意見有關係 而不一定是反映了北京的意見 就是某種意義上可能美國想要阻止他出來參選 而在這個給他一些警告 而不一定是北京要阻止他參選給他一些警告 所以他下面一個行程是要見川普啊 他想要取得川普的團隊的支持或認同嗎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可能還要觀察 因為他上一次去見川普的時候 實際上美國的AIT國務院系統是反對的 但是他通過Kushna去建成了 但是這一次他如果是 他見川普的其中一個重要角色跟中間通路是川普的女婿 Kushna Kushna 那這一次也很有可能是Kushna的安排 問題是他這次如果是正式登記了以後 再要去通過Kushna去安排 但是他已經不再是鴻海總裁了 他去談威斯康辛的項目嗎 不知道 他是去談參選台灣總統的事情嗎 川普可能不太 假設他去斗內川普競選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郭柯王今天同台 那這個深藍的韓粉覺得這在臨詞韓國瑜 那今年的選戰不只藍軍內部分裂 那蔡英文面對龐大的連任挑戰 同時國際的變數也很大 美中貿易戰有攻防 另外中國紅色滲透問一下創下 蘋果日報去臥底 那當然他去追各式各樣紅色滲透 那事實上確實這些年來 中南海國台辦對台有相當多的會台的政策 那都是期待影響台灣內部的氛圍 跟影響台灣內部的選舉 他們會台政策裡面的蘋果日報呢 他去了三十二天四個城市 總共有好幾個團隊 那當然除了在文化上教育上的滲透 最重要的還是錢嘛 所以錢人物裡面最重要的指標 就是在離台灣最近只有126公里的平潭島 那平潭島裡面呢 三年前中共就打出來多好聽的鼓 口號啊 兩岸一家親 平潭親上親 所以在平潭這邊準備了1.1兆新台幣 一天一個億統戰最前線 只要你台灣人願意去 他就給你台灣最大的優惠 可是這樣優惠到底是怎麼樣 三年情況怎麼樣呢 蘋果日報泡了一團隊 只有有很多團說可以去參訪去看 然後他們就報了名 報了名之後才發現說怪怪的 為什麼怪怪的呢 第一個要去參訪的團隊 從台中趕出發 好便宜喔 15天才8800 新台幣8800的一個旅程 哇好便宜喔 顯然有很多的補助 可是呢 這個團呢 好像又有點怪怪的 有點詐欺啊 還什麼的狀況 拖了兩個禮拜才能夠成行 然後又給他們撿2000塊 然後去到那邊之後 你看到這不是一天一個億嗎 應該建設很多嗎 到了平潭的一個整個管理委員會 這個中心有蓋了一棟 每輪每換的大樓 32層樓 可是一看之後 20層樓裡面空空蕩蕩的 你搞了三年 怎麼都沒有這樣的呢 然後再過去呢 到了一個台灣團員園區 他用了4.3個我們小巨蛋的基地 蓋了36棟大樓 應該有很多人台灣人去吧 那規章拿出來 資料拿出來 300多家的廠商都已經去了 可是碰到一個在台灣那邊的老闆 他說我們有300多家啦 可是在這邊上班的人 沒有我們300多家多 這麼大的公司 你怎麼都沒有人呢 原來他們裡面才發現說 這個東西大家其實是虛的 因為看了以後 很多的大樓玻璃都破了 很多大樓空空蕩蕩的 灰塵滿滿的 根本是空的 可是他們就去賺中國給平潭的補貼 你說是一個詐騙的一個中心 為什麼賺補貼呢 因為中國就是為了把台灣的人騙過去 創業啊或去工作啊 給了好多補貼喔 叫做超國民待遇的補貼 你只要是台灣的人願意去創業 願意去平潭 給你三年無償使用辦公室 連家具 中國共產黨都幫你準備好 這個好像很優惠吧 再過來每個去創業者 不管去做什麼的 一個藝人工作室或什麼的都可以 一個人就給你一年十三萬的補貼 而且三年都直接給你補貼 你只要請一個台灣人過去工作 台灣人的這個薪水呢 每個月中國共產黨 在幫你出六千六百塊的月薪 看起來就很好啊 而且再過來呢 你只要在這邊呢 你只要發票開在平潭 然後在中國那邊呢 只要你這個人去中國進去了九十天 你的所有東西呢 通通可以免關稅 通通給你補貼 所以好像這樣子很多人去 然後另外他還開了 要讓台灣的一些像台皮啊 這些產地能夠過去 叫做AMIT有個小貿市場 你只要台灣的產品一過去 免關稅 免任何的一個消費稅 所以可是呢 他們去看到你 過去全盛的時候 號稱有200家 蘋果實際一查 現在只剩一家 其他都完了 可是呢台灣啤酒呢 就一箱一箱的 看到工人把它搬來搬去 為什麼 他們就利用這個免稅 然後呢 台灣的啤酒送進去之後 再把它拿到上海去 再把它拿到福州去 所以整個看起來之後 看起來很漂亮 紅色滲透 要滲入人心 要收買台灣人心 入島入戶入心 可是最後發現說 整個平台 其實呢 空空蕩蕩的 中國的錢頭下去之後 最後呢 其實只是有人在賺 中國人的補貼而已 那問一下任俊 所以整個平台的 整個平台的計畫 最後都充斥著 詐欺跟走私啊 其實會選定平台 是因為他離新竹 只有126公里 也就是中國大陸 離台灣算是最近的一個地方 對 那中國大陸其實從 你知道其實像這種開放的 這個事情 對兩岸來講 有時候你說是互相互蒙其力 還是互相成為競爭的角色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 比如說2008年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開放直航的時候 那我那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就跟著台中市 當時的市長叫胡志強 我們就一直到中國大陸去 那去的地方就是廈門 那廈門那個時候 其實他就 我們就努力說 我們要做這個什麼 什麼經商啊 我們都是做轉運站嘛 你知道08年的時候其實廈門就在跟我們搶 所以我們當時到他去新的那個港口去的時候 我記得他那個那個廠區的那個負責人 就直接站在一棟大樓的前面 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歡迎這個台灣的同胞到我們這邊來 那你如果來了 你有1000萬 我有1000萬的工廠硬體已經好了 你如果有100萬 我給你100萬的廠房 你如果只有10萬塊 我給你10萬塊的辦公室 這是2008年的時候 我到廈門去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港口全部都建立好 他連那個什麼吊車全部都好 意思是說我硬體都好了 我就希望你台灣廠商過來 那個時候是08年的做法 那你看到這一次平潭 他更不一樣了 剛剛創下講的是有很多 包含到我獎勵優惠措施 甚至你來我這邊 只要你待滿一個時速之後 我連錢都幫你出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 你記不記得曾經有一陣子 我們在講說中國大陸的隱私產業 抓到陰陽合同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非常出名 叫霍爾果斯 對對對 因為那個地方 因為大家就想說 那個地方我有很多 獎勵優惠的方式 所以我把公司開在那個地方 你說他是不是空頭公司 他確實有公司設立在那 可是他實質的營業項目 跟他的東西藏房什麼的 根本不在乎的果施 我只要在那裡開票就好 這個像不像這次平潭的這個做法 那再加上是 因為他其實更加的 而且他可以躲掉關稅 對 所以剛剛創下才會講 連啤酒連這些 那他這個藉由平潭 可能再轉到上海 那他中間就有價差可以賣 他不只是這樣 你知道你剛剛講說 為什麼會成為這種天堂 因為很簡單 比如說你看這一次的這個記者 去那裡臥底的時候 他就明確的提到說 你每一個人 每一天在那裡的免稅額度 是人民幣六千塊錢 那這個免稅額度 就變成是我不用白不用 所以他就變成是怎樣 你知道有很多人 你知道就有車夫 你知道嗎 直接就說 買了之後 通過我的名字 只要出去一轉手 我又可以再賺錢 所以這就變成什麼 連額度都可以賣 是就變成 你說這些台商 我講真的 你有地方 就像我們買房子一樣 你這個房子 房價變得很便宜 你希望大家進來 可是你大家住進去之後 沒有工作機會 人不住在當地的話 不好意思 他其實還是一個死城 因為他就是一次性的交易 那看起來這些 所謂的空投公司 他其實有很多 就變成是我剛剛講 霍爾果斯的那種情況 是他把公司登記地 涉及在那裡 因為我要享受 這麼多的獎勵優惠措施 那我需要這些東西 我人根本不用在那裡 我票繼續開 當地能夠收到稅金 他就覺得OK 我就允許你這樣存在 所以真正的公司 沒有在那裡營業 真正賺錢的 反而是那些 剛剛講到為了這些 所謂的免稅額度 想要去賺錢的這一些人 從這個地方 賺取他想要得到的利潤 所以宇真要補充 是我補充一下 那到底在台灣 是哪一些人 在做這些中間的買半 這其實是之前 這中間就有價差可以賺 沒錯沒錯 那像這一位 他其實是台北市文山區的里長 他還是現任的里長 他叫做這個真寧義 那他其實是平潭那邊的 村委會的幹部 所以這個人 他有可能 就是在中間做買半的人 他兩邊都可以當幹部 沒錯 在台灣當里長 在台灣可以當里長 然後在平潭可以當地做幹部 沒錯 而且這是中國國務院 在2011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平潭跟台灣之間的交流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民進黨政府 一定要趕快去查的事情 為什麼可以我們的里長 還去那邊當幹部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的 我想王浩大哥 所以國台辦的滲透 也是蠻用力蠻成功的 對啊 所以你看連里長都有 總統也指揮了 里長也指揮了 然後觀廟的什麼 和尚也可以指揮啊 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統戰 確實是非常的用心 做了這麼多年 毛澤東說共產黨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 就是統戰吧 那是各個層面的 各個層面 而且不光只是喊喊口號而已 確實是在實際的金錢也好 人脈也好 這個各種利用各種的關係也好 同學會啊 這個觀廟啊 這個各種的這個民間團體 都實行這個統戰的工作 那這個而且是長期堅持不懈 規模越來越大的 所以在台灣親中路線也有市場 那當然了 就是說在台灣你會發現 確實蠻多製造業跟代工產業 他們相對上是親美路線 廢話因為美國是大老闆大客戶大金主嘛 那蘋果這些美國人跟你訂單 你要不要 要嘛 我昨天不是播了面板產業 台灣全島嗎 友達的這個美國ADR下市 然後鴻海要賣場 然後華映根本破產 清算重整 為什麼 因為中國黨媒 那這個黨國扶植京東方 補貼京東方 然後讓京東方打垮 所有台灣的面板產業 那你反推回來 美國人還沒這樣幹 美國人還給台灣代工廠 毛三道四 毛三道四 至少沒有讓你清算下市 毛三道四只是說錢很難賺 至少你沒清算下市 可是紅色供應鏈一追殺 是整個產業全垮 全都清算下市 我們稍後離開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